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近期出席在南非举办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 习近平履行后的首次外事访问 从首战俄罗斯再到非洲再会晤金砖国家领导人 外界认为这次出访是习近平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延续 而值得令人注意的是 随习近平出访的官方媒体记者五人 还临时成立了共产党支部 究竟习近平是代表中国还是中共出访 我们记者的分析报道 中共喉舌媒体新华社记者李斌等人 随行报道习近平的出访活动 他在一篇所谓高访报道揭秘的报道中说 我们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 支部书记是九富高访经验的前童 其他四位都是副手 号称一政四富 但网友留言说 要多恶心就有多恶心 就这个任何国家的人都看不起我们 我还说了 这就是属于习近平说的那句话 吃饱了撑了没事干 共产党就干那种荒唐可笑的事情 那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五个人他要成立一个党支部 成立一个党支部干嘛呢 没有党就不能吃饭就不能做事了 就因为有了这个党支部 所以毁坏中国六十多年 网友余根问 什么意思 回来后这个支部解散还是保留 如此重大的采访任务是不可能完成吗 他们五个是不是想再另立一个新华社 因为中共的体制 他的媒体 或者是习近平出访 临时成党支部 都是为他出职剥分 因为共产党 他的孙兰报道 都是站在公正的角度上 实事求是的 都是为这个专政 这个党服务的 习近平访问坦尚宁亚 云诺三年内向非洲提供 200亿美元贷款额度 继续扩大与非洲的投融资等各领域合作 中央社引述台湾非洲研究论坛 执行长严正深的话说 习近平仿飞的政治意义 在于巩固身为第三世界盟主的地位 以及凸显北京共事 与华盛顿共事的不同之处 而习近平还会展现什么样的外交风格 外界正拭目以待 新唐人电视田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